学主得享安息 人心里有福的盼望 前言 作者温正祥 神为他子民永存的安息 已不再是从工作劳累中的休息 以及宗教规条上的谨守求得 乃是从接受主耶稣为救主 且活在神的恩典中而得 希伯来书四章九节 然而信主的人同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叹息劳苦 直到如今 他们虽已有圣灵初节的果子 心里仍在叹息 等候身体得数后 与主耶稣同作神的后死 进入神永存的安息 罗马书八章十六到十七 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那人在永存的安息里得享什么呢 在主耶稣宣告天国进了后 他随即从登山宝训中 讲述了八福 这些便是信主的人将来可在天国安息里得享的福 马太福 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 五章三到十节 也在今生 因为天国现今就在人心 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 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 他同时也指出 人要得享这每一个在天国安息里的福 便要在地上担起相对应的担子 然而 这些担子不同于世上 劳苦难担的律法 教规和制度重担 乃是出于主心里的柔和谦卑 以至于都是清盛和荣誉的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 他自己且都一一地担负过 信主的人只要学他行 学得他的生命后 他们就会有他柔和谦卑的心和样式 而得享这安息的福 除了这八福外 主耶稣还要赐给教会中的得胜者 十三个奖赏 及五种尊荣的冠冕 约翰一书五章四到五节 这些都足以给人 一窥神为他子民 在天国里所存留的永远安息 接下的二十四篇 有解经 也有见证 及小故事 探索主在登山宝训中 讲述人在天国 及现今安息里的八福 及人要如何在今生 学主享得 十三个奖赏 启示录二到三章 及五种冠冕 生命的冠冕 雅各书一章十二节 喜乐的冠冕 菲利比书四章一节 公义的冠冕 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 荣耀的冠冕 彼得前书五章四节 不朽的冠冕 格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